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Peple公民記者 台灣愛術保育協會曾成瑞 很榮幸擔任這個星期的課訴短編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 相當好的公民報道 世界水質監測日 讓我們一起為核川的健康 檢查、保管 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有靈魂的城市 有文化、有深度的城市 都有一個核川的經過 而我們台灣 卻是把核川 當成是一個垃圾 以及污穢、污濁的集中地 看到我們大小的核川 軍事蠻髒的 會讓我們的城市 缺乏了文化及水座 那核川是 很多的核川是民主的發源地 也是孕育了兩岸文化的起源 那看到這個 我們的許多的小朋友 在下班、下課後 能夠為我們的核川 一一的去見診 去做把關 替他們量他們導電子 他們的污佐程度 他們的污秽程度 那也讓我們全國的民眾 能夠更了解 每一個核川的健康 那看著這個小朋友的努力 看著這麼多小朋友的努力 我想我們應該更努力的 把我們的核川 我們的環境來保護好 才不會讓我們的後代子孫 像我們只會製造展覽 也讓我們的核川的文化更加漂亮 也希望未來很多的建設 不要再把我們的核川給填平 一則報導 就是說 我們的北市高灘處 保全賭博 睡覺新造林 我們的金色海岸 就是我們的淡水河口 新北市政府把它成為我們的 一個觀光地區 所以每年花了五千六百萬的預算 來做保全 那 結果我們的公民記者 非常地用心地 把他記錄了我們的保全人員 不斷地在騎摩車 違規 甚至於睡覺賭博 那很多地區 很多國家 很多先進國家的風景區的保全 他們都有很漂亮的服裝 甚至以他的交通工具 都成為美光燈以外的另一個焦點 都成為風景之外的另一個焦點 那結果我們發了這麼多的預算 那 我們處理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保全的功能也沒有保全的功能 那只是一堆人在這邊 那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在我們有關單位來重視 那台灣是需要一個走向休閒產業 需要走向國際觀光的 需要我們的保全 是一個很用心的 然後是能夠成為每一個來台灣的遊客 回到他們國家 還能夠想念的一個地方 所以希望有關單位能夠重視這件事情 2012恆春國際民謠營業會在地記者會 我們這個活動是把它整個活計化了 我們邀請了相當多的國外的團體來參加 那這個能夠增加我們跟外國之間的相互了解 也讓我們的恆春的在地文化 讓它讓外面知道 那很多地方政府在辦類似的活動 只是一個在地的文化 只是一個現內的文化 那很高興我們的恆春以國際化的角度 讓全世界更多的國家 更多的民眾了解我們的恆春的文化 恆春的在地文化 以及恆春的藝術家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報導 那也比起很多縣市政府 爭相在辦花火節 一瞬間的花火節 我想這更能夠升職明星 我想這個能夠更讓我們的外國朋友 更了解更喜歡台灣的文化 謝謝